另外在花蓮中心這邊 有中正路一處50年的老玩具店 昨天晚上驚傳了火災 警消了到場之後 半個小時內順利滅火 但具體的原因還有待釐清 濃濃黑煙從廣告看板不斷竄出 這是花蓮市中心的金三角商圈 當地一家開業超過50年的玩具店 1號下午5點多突然發生火警 消防局貨爆後立刻出動20車 50多位消防人員救火 順利在半小時內撲滅火事 到達現場後發現三樓架蓋鐵皮 火車串出 我們立即步線進行三樓的搶救 進行針對周邊的建築物進行防護 避免造成隔壁的延燒 火事從店面的三樓架蓋鐵皮屋串出 幸虧警消到達時 屋主等4名家人已順利出逃 誰發現起火的 誰發現的 我哥啦 蘇姓屋主說起火的三樓是他的房間 裡面也沒有什麼東西 但有放一盞鹽燈 並希望警消能幫助他查明起火原因 記者徐立琦那號採訪報導